由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 在此期间音乐放送节目、宣传活动等的日程安排将发生很大变化 此期间许多艺人公司也会尽量避免安排回归、出道活动等 因此会提前或延迟日程 所以5月末及整个6月外甲7月初中旬 多家艺人也将会集中在此 回归活动想必是相当热闹 快来看看有你最期待的哪一组吗 首先5月24日Nugens将会以新专Houseway回归 5月28日Tryer则写单曲可以看回归 同天金钟大将带着迷你4集到回归 6月3日约同音乐家为庆祝出道10周年 会带着迷你3集Love Episode回归 同天VV将写迷你5集Give Me That回归 且Kabler也于6月3日写正规1集Cup Going On回归 接下来6月9日Infinite将发表数字专辑Flower回归 6月10日F Glow将写单曲5集Zambie回归 6月14日Inna Lien打破两年的空白期 带着迷你2集Solo回归 6月17日Lies及Even回归 6月24日Trust回归 6月26日NCD Wish以日丹回归 此外金载中也将于6月底发行出的20周年纪念正规专辑 7月则是包括Unhappen计划7月12日回归 Stream Kids于7月19日回归 Twist,Stacy和Kiss of Life也都将于7月发表新专辑回归 对此大家期待了吗 如果有遗漏的也请大家在留言区补充 爱到韩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